大家好,今天8月7号 今天呢 大盘又 创历史的 这样一个记录了 最大的涨幅 今天 最高涨805点 我想这两天 大盘呢 那已经涨了1464点 所以这个暴露性的 这样一个反弹的格局 当然今天占上半年线 那也占上了五日线 那质盘在这个地方 无庸置疑的 如果是用传法的角度来 做分析 三天减了378点 42亿的这样一个融资来讲 那我想 把这个地方 短期呢 要在破底的机会 不是很大 那只是说在这一波 在弹升当中 他要谈到哪里 他是要用一个 震荡盘间的方式 走上去 还是说 这个地方做一个 V型反转的 在那个左势 我认为是 震荡盘间 这个方式呢 比较适合现在的状况 其实我们现在说看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来讲的话 那9月 临准会会不会降息 当然 这个地方 机率非常大 但是在中东 但是在中东 以他的这样一个战争呢 会不会一触即发 这个就是 大家比较担心的 这个状况 但是说 以目前来讲 这一波 在整个融资呢 他减肥呢 过彻底 因为 他杀的过狠 杀的过狠 两天跌了2800点 但是 现在的大盘多方也不失落了 这两天 他也是涨了1464点上来 所以大盘 这今天当然值得庆幸 但是 问题是在 个股的操作 因为今天台积电 占回 900块 那各位是不是验证到 老师告诉各位的 八字头 而且不是 八尾 是在接近 在 8 这个尾端 他即将会做反弹 在节目上呢 其实都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那各位看到 台积电 来到815 我想 开始做一个 弹升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台积电当然 对指数的贡献来讲 也是 蛮大了 但是今天 这794点是前面性的 做弹升 前面性的做弹升 今天不是台积电 一个人的 50 所以 这个是比较前面性 前面性的一个弹升的行情 但是 重点就是在说 那你这一波 各位 贪升上来的 股票 那是不是呢 就是未来 要让你 波段式操作的个股 我想 绝对不是 在这一波 24000点 当时我们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 关理过大 包括指标 在高档 那大盘要修正 那我想 各位印证到 那这一波呢 也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修正了 4000多点 而且又狠 又凶 所以 在这一波打死不退的 这些融资 在这三天呢 那 全部呢 都被 断出场 情何以堪啊 因为航行都是建立在 水流呢 成河的 这种状况当中 这也是我在最近跟各位讲 热极深悲 那 航行就是在 大家悖观中 诞生出来 那各位验证到 台积电 占为 900块以上 那我认为啦这个地方还是要看 8月28号 汇打的财报 出来 那我们再来判断 台积电 那这一波是不是要开始呢 走回升 或是 够1000再来挑战 1080块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关一关的一个做观察 因为台积电这一次也蛮无辜的 被 回答 这次瑕疵的 晶片股价重挫的影响 那台积电也跟着 往下刹 但是 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当然 以 目前股价这个位置点 还算合理 也不是说 这个地方有 比较说 太贵 或是太超过也没有 因为台积电就是稳稳的涨 回到 八字头 其实是一个 非常甜蜜的买点 但是 不管怎样啦 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但是 最重要的是说 接下来 在个股上的一个操作 你要怎么做 昨天我跟各位讲2317的鸿海 我讲 F前子 前子的F4 前子股的F4来讲的话 那我是 比较看好台积电 跟鸿海的左势 那鸿海虽然今天各位 缩盘只涨3块 最高也涨到175 缩盘呢 缩在 170.5 但是我们不是在看 今天我讲过的 好 同样呢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在昨天 要 重新买回 其实各位看到说 虽然不管说在 苹果的 新机的花表 那 这一波也是受到 灰打 灰打 晶片瑕疵的影响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 那这一波本来 前子股在调整 我在 24000点的时候已经提醒你 要避开 前子股 我想你听不进去 我也没办法嘛 但是 我们用一个逻辑来讲说 投资朋友都是股价 涨越高的时候 越兴奋 越想买 是等到股价 跌身的时候 开始悲观 开始 卖 最近各位看到 法人的 一路的砍杀 昨天各位 这30 接近31万张的链 我讲过是谁 被谁买走 这才是最重要嘛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 要跟各位来 讲鸿海 因为鸿海今天没什么涨 不像说有一些 高价股 像 像 四星 华逊 这些个股 其实在今天都是蛮强势 享受 这个都 那我们也不用去讲说这种高价股 也得很惨 那 今天 一拉到涨停板 这个地方也不用说 去什么 庆幸 我想你有避开的你才是 才是庆幸 你没有避开的这个地方 你还是一样嘛 在赔钱嘛 最重要是鸿海 我在前一波就是在 152买进 那200块以上我告诉各位说 鸿海开始 买理过大的时候不要追高的 但是 那会来我每天都跟你讲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 昨天啊 各位 我想 这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叫各位不要买鸿海 但是在昨天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鸿海要买 各位看到 之前呢 鸿海在 234.5的时候 我叫你不要买 你绝对 听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当时市场是在追 前置F4的广达 我想 各位清楚广达跌得很惨 他甚至跌破连线了这一波啊 对不对 连方喝 台积电 鸿海 那连方喝我昨天跟各位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嘛 各位 对 在 4月5号 他刷出了22181张 因为他是高价1000块以上的 这2万张 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赛量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也是 来到鸿县有特定人在买嘛 对不对 那昨天各位 盘装拉到掌停板 今天各位 继续拉 继续拉 我是用联发科的例子来告诉各位 红海 他的一个机会点 我讲这个 各位呢 你现在不相信说红海这里是买点 因为 你们又开始很悲观了 但是 老师呢很强烈的 如果红海真的啦 他再破 破下去 150以下 我全力 全力做买进来 因为我大资金的在昨天真的 我全力的 很用力的在买 很用力的在买 但是 我们看的不是在 一两天的行情 因为你要买这种 前置股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 破断式的买点 你看到 红海从 120 这样起涨 到 238.5 但是 来讲的话你看到 因为都是大资金的在买 量都很大 我有跟各位讲过了 我有个朋友在120 买了 200张 200块以上 开始卖出的话 这个价差 各位 有钱也有人 又有钱嘛 你看到 短短也没有多久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人家的 将 接近2000万 然后 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 居然红海 当然 这里 他还没有涨 你也不相信他会涨 但是我告诉各位 机会都是留给有把握的 就是留给了有准备好的 这一波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想 讲说我今天拉到涨停吧 你没有卖的今天拉涨停 你还是赔钱 最重要是说 在高档你有卖掉 你有留现金 那下来呢 各位 那才是最重要 在这一波 修正 我也跟各位讲 它是一个循环 这个 也不多讲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 8月潜力股 其实我这个要交代一下 8月潜力股 我这个是在7月 7月 7月份呢就已经告诉各位 我就是买这些个股 来各位 2615的旺海 这一波大盘 各位 即使两天跌了 2800点 旺海有留现金 知道吗 对不对 我说你的危机我跟各位讲还没有解除嘛 对不对 我725号我再买回 7.5元 那今天的旺海 来到多少 84块 对不对 这样 这一波大盘的 我买往海 我给你了就钱吗 我给你了 还贪钱 我即使说7月12号 买163.5到今天 各位你看到 这个价差点 我先跟你讲说 我最低跟你买上来的 我不跟各位讲价差 再来印证说未来 8月份 那 这些股票 是不是能有机会 让我们赚大钱 这才最重要 但是 我买 之间我有都跟各位讲 那细心在今天 我又买回来 8月7号 178买的 178买的 那今天有没有 晚上 我是跟各位讲说 留现金 我们就是等待 这个机会 值得已经两天两根涨停板 但是值得这个我要交代一下 我讲过股票 买进去 这个地方真的 破线 或是说 破支撑 那你 你停损掉 那你换到更有机会的 我想你看到 是不是都能够赚回来 我本来 能赶 52块买吗 我跟各位讲 48块 我停损掉 如果值得各位 那值不值得吗 两天两根涨停板 我想 那这样是不是把南港的亏损 把它弥补过来 我想 老师如果有认得 虚假 那有认得一句 谎话的话 我愿意付 法律 华利责任 我想我就这样的一个操作 让各位去印证 那我说南港卖掉 我就是卖掉了 那我就换值得 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换值得嘛 对不对 值得昨天有没有涨停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机器人的题材 我现在这个都是 帮各位锁定 信心是高速传输 我说这个我会不理不弃 我会一路操作 那我相信 在红海集团里面的信心 这也是我锁定的 一档 重点的一个个股 那旺海因为 在 在 红海的危机还没解除之前 这档股票我还是持续操作 你前一波你没有跟上 那这一波其实 机会蛮大的 因为 好不能回撤 当时你们认为高档的大量区 你认为高档的大量区过了 就变支撑了 回到那个地方你不敢买 那我想各位 那 万海从71.5到今天已经来到84 你又撞不到 在 在峰点的时候你看到万海老行窄窄 你买这样的股票 那是不是呢 那这个地方 非常的稳健 非常的稳健 所以 接下来在整个大盘 我想这个只是说 让各位去印证 我们的操作 但是 今天我讲过的很多股票 要他反弹 但是 说真的 也不要说 太过意的去追高 今天站上的 5日线 接下来 这个缺口 缺口会不会补 21636 这个缺口 会不会补 但是会不会站回季线月线 这很重要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 他有压力 所以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你不能 往上去追高 甚至 你弹上来 你要太弱换抢 太弱换抢 因为 白白纸 你要买最好 最强 最强 不过的股票 这一波股票 他修正的又胸又急 你又买了弱势股 人家 人家的股票都已经又开始喷出 市场的时候 你的股票又 不动 甚至呢 可能 买了更弱势的 一路破底 所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要看各位你的智慧 你要怎么换股 那才是最重要 我讲过 旧历 年 之前 会飙涨的股票 我现在已经帮你看很远了 已经看这么远了 我想这个 这个地方 是布局 底部 起涨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如果说你不知道要如何的换股 那打023923988 那Lite 我想 老师里面 给各位的一些个股来讲 其实 你看到能不能够呢 买到 一个起账的位置点 大家都很清楚 有兴趣 你 Lite加进来 那如果说 要跟着我们的脚步的 你就打023923988 底部布局 要输也来 所以现在 我们很多股票 锁定 就 正如我在7月份 跟各位所讲的 我口袋名单 都已经 这个地方装满满 那我们当时呢 留部分的现金 就在等待最佳的机会 那我也希望 你能够跟着上 明天天真实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